欢迎回到好险有你保险单元 我们今天还是非常开心 请到了华欣保险的保险顾问 Amy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讨论一下 在2015年的健保法 对于雇主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Amy你好 是 你好 那我们刚刚又讨论了蛮多 就是说100人以上的这个企业 你一定要有这个保险提供给雇员 那其实很多雇主 心里面蛮揪心的 因为觉得说自己 就像你说的小本生已经难做了 你还要提供这样的福利 但是其实是有好处的 对不对 是 其实现在留住人才最好的方法 提供健康保险是一环 因为薪水是一部分 那在健保部分 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要有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雇主不提供 特别是大一点的中小企业的话 你的员工他要必须想办法 去外面购买健康保险 很可能他碰到的是 外面的个人保险 第一个他的open enrollment很短 每年就是11月到可能2月份3月份 其他时间他是买不到保险的 另外就是他去外面买个人保险 很多时候他的薪水收入高一点 他根本拿不到补助 拿不到补助他的保费非常高昂 在个人市场那边 是 对 所以雇主提供健康保险给员工 第一个就是帮员工 把这一环的这个顾虑拿掉了 烦恼拿掉了 对 而且另外一个利益就是 公司健保的网络福利 整个内容绝对会比健康保险 在个人部分好很多 网络选择也比较大 医生的部分 大部分医生也都收 所以用商业的方式来给员工保险 对留住精英 特别是management level 基本上有很大的帮助 是 而且已经几乎是变成一个 必需品了 对不对 而且我就说 希望也告诉我们的雇主们 就是说不要只看到 就是眼前的一个这种花费 但是要看到长远的一个投资 对 没错 那么希望大家 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 就是照着在选择 这个团体保险的时候 也许你的这个考量 就稍微扩大一点 那说到这个团体保险 那到底雇主们 有什么样子的选择呢 是 其实如果说 今天中小企业 真的人数没有那么多 25人以下的 很可能可以拿到 政府的tax credit 就是25人以下 25人以下 对 它有一定的限制 因为专门是辅助中小企业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本身25人以下 平均员工 4 time的部分 低于5万块的年薪 最多可以拿到50% 的保费的tax credit OK 其实算一算是蛮多的 就是蛮多的帮助 如果说保费是1000块一个月 最多您可以拿到500块的这个退税 那蛮好的 对 就鼓励雇主提供给员工 那这是一个对小型企业 25人以下有tax credit 那另外就是刚 雇主买保险给员工的时候 员工自己部分很多 可能要负担一部分保费 那或是说我的家人也加进来 那我要自己负担 每天每个月看到这个paycheck 都会被扣掉一些 对 那有时候在所难免 因为保费太贵 但是这个部分 一般公司保单 可以做成是pre-tax的 OK 就说 你自己先把税给省下来了 对 把保费扣掉再打税 你自己去外面买保险 个人保单 一般你没有办法这样子扣 税部分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你加入公司的时候 你光是打税省税这边 就可以省掉不少 自己要付的那个部分 就是把tax拿掉 所以对员工也是好的 另外就是公司保单的涨幅 很多时候比较稳定 那很多时候 你在医生的选择上也多 还有就是说 当公司保单上 我们还有很多 涨出很多东西 可以有比如像dental 我们可以有几股神经科治疗 针灸 或是其他infertility 不孕症治疗等等 这会包括在里面 是 公司保单是 它可以做的弹性 可以customize的 整个范围都比较大 是 对 其实呢 尤其是这一两年 因为这个OG健保开始之后 每一年到了要重新审核 renew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雇主也好 员工也好 都心里面有一点紧张 第一位你会发现说 你会担心说 自己的原本的保单 福利还在不在 你的医生还在不在 然后你的保费 是不是又更高 所以雇主 尤其以雇主的角度来讲 到了这个renew的时期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些 什么样子的事项呢 对 其实renew呢 顾名思义就是涨价 因为renew到 你的价钱就上去 对 没有办法 多少幅度而已 反正就是坦然接受就是了 心情要预备 是 是 是 那涨价的幅度 今年来说 从5%到50% 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的弹性 这个range range非常大 那要看你是中小企业市场 还是你是大型企业市场 但是因为range很大 所以很多老板 在renew的时候 保单涨价的同时 会同时看 那我要不要更正我的内容 我要不要把员工的这个部分 付的部分增高 那往往在涨价的时候 因为要趋就于审保费 所以员工这边 可能福利就动到了 是啊 可能benefit没那么好 或是我今天网络要缩小 网络不同了 对 就会不同 因为当你换的时候 很多时候换网络 缩小网络是一个省钱的方法 那很多公司的行号 可能就我们就换吧 可是你换的同时 你有没有考虑过说 员工可能正在做一些treatment 可能正在要做检查 员工的福利上可能就会有损失了 对 所以一定要先在换之前 先make sure 医生 医院 lab 都会在新的保单的 这个contract里面 那员工如果有在ongoing的 比方说要生小孩的 或是在做treatment的 那你是不是在这个节骨也要换 是 就要考虑 是 所以呢 这个雇主们呢 在2015年 对于这个健保法 还是在选择这个团体保险的时候 一定要做很多的功课 那因为其实一方面是对于自己公司的一些这个营运 有所帮助 一方面就像你刚刚说 留下这个有用的人才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其实有很多要去注意的一些细节 所以我觉得找华欣保险可能是最好的 因为可以帮你顾虑到 考量到很多方面 不一样的需求 看你的公司有什么样子的需求 我觉得这可能打电话给你们是最保险的 对 最快的方式 好险有你们了 谢谢 谢谢您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